吸塵器你們覺得是必須的嗎 必須 我覺得是需要的 而且搞不好要兩種吸塵器 而且你們要三台 三台 現在三台太誇張了啦 真的三台 大家好 嗨我是冰夢啦 嗨我是家店妹妹MT 嗨我是家店姊姊CT 三五香常務TED 今天是一個家店尬聊的拍攝活動 跟冰夢啦特別來拜訪家店姊妹 這頭髮翹起來了 我們今天有帶來幾個話題 就是關於大家可能會想要問的話題 家店姊妹她們最近也開了她們的YouTube 原本在臉書上面已經做了非常多直播影片 一些著名的就是 黃色笑話時間 黃腔家店姊姊 啊妹妹 妹妹就 走顏值外表 怎麼是顏值真的 假掰家店妹妹 她們的頻道剛神力 大家如果想要看很多專業知識的話 可以去她們的頻道看 家店其實是叮噹滿目 尤其像你們家賣的東西這麼多 來聊聊什麼是必需的家店 什麼是奢侈品 因為我們住到房子裡面一定要有基本的配備 基本配備就是冷氣 冰箱 洗衣機 電視 這四個東西我覺得是最基本的 你要住進去一定要有這四個東西 然後再來次要基本 我覺得像廚師機 大桶電鍋 電鍋一定要買 然後吹風機 熱水瓶或快煮 廚房類就看你有沒有煮飯 再去考慮你要不要去買那些東西 好像很多東西都是跟廚房相關的對不對 對 一般客廳和餐廳還有房間用的電器是 吸塵器 對 吸塵器 因為主要就是我們人就是吃跟睡嘛 吸塵器需要啊 也可以拿手把槽啊 吸塵器你們覺得是必須的嗎 必須 我覺得需要 而且可怕要兩種吸塵器 而且可能要三台 三台 你家三台太誇張了啦 真的三台 差點無限的 掃地機器人 如果買三台要不要就請個阿姨來掃 我覺得你不划算 有啊 等一下 可是用阿姨的話也還是需要吸塵器 對啊 你不能像阿姨拿掃吧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掃的都是 因為掃的這邊都很乾淨 可是灰塵都在天花板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用吸塵器比較好 灰塵都吸進來 剛剛講的是客廳或是餐廳 廚房你們說很多奢侈 可以多奢侈 奢侈的 水波爐 水波爐算奢侈 一台兩萬三萬四萬都有 你們覺得蒸烤爐是必須的嗎 我覺得蒸烤爐很不錯 有一個品牌的蒸烤爐不貴 大概一萬出頭 它可以有點電鍋的功能 又可以幫你一次做好幾道菜 真的假的 對 它是對於這種 我有上班 可是我時間又很短 我回到家馬上做料理 所以如果你買蒸烤爐 其實電鍋 微波爐烤箱可以不用 蒸烤爐沒有微波的功能 但是其實我們都盡量 不要用微波 對 輻射嘛這些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求上要用 當然還是OK 有點聽不懂 蒸烤爐和水波爐是兩件事嗎 對 不一樣 差別是什麼 第一個差別在它的名字就是不一樣 第二個差別是它的價格也不一樣 第三個 當然哪一個比較貴 水波爐比較貴 但水波爐其實也不錯 我覺得蒸烤爐 可能是用水再繼續蒸東西 其實就很像我們用蛋龍電鍋 加熱食物 食物的水分也還是有的 像有微波爐可能就會乾掉 水波爐 水波爐其實也是有它特殊 然後它水波爐的容量本身比較大 它又可以做更多的東西 也有烤的功能 就是它的功能更細 裡面有設定很多不同的空調方式 你煮什麼東西它就把你設定好 你只要按個按鍵 你也不用選時間 你只要把重量告訴它 它有一些還可以自己秤重 真的假的 對 然後它就會幫你 它的東西很高端耶 對 像我這樣很少在煮菜的 搞不好我就選一攤 然後其他的家電就都不要買 也不會暫空間 對 對 因為它是中和 你知道甚至還有一個 一種水波爐很厲害 不同的溫度 你會覺得應該要不同時間進去對不對 它不是喔 冷凍冷藏 或是一般常溫 然後你要加熱 你就同時放進去 你知道它會自動用紅外線偵測 這個東西溫度比較低 我給它比較多熱能 這個東西它的溫度比較高 我給它比較少熱能 太厲害了 你們一定不知道對不對 還有什麼其他的廚房設施電器 我想問洗碗機到底是要不要 或是你們建議家裡要幾個人以上買比較好嗎 因為如果像我家一個人 或是至少兩個人 我就會覺得我開一台洗碗機 不如我用手洗 對 我覺得大概五個人以上吧 我覺得四個人的碗真的還好 那如果你一個人住 然後你常常開趴 你也可以用洗碗機 對 空碗機到底要在上面還是下面 上面比較好 下面要一直管好 對 上面比較舒服 拿取啊 還有什麼身體 酒櫃 如果是本來就是 例如有一些人買了新的家 他很希望家裡跟國外廚房一樣 就是我一定要有砍入式烤箱 砍入式水波 砍入式洗碗機 對 加砍入式酒櫃 標準裝逼裝潢 對 酒櫃如果你要砍入式的 其實你在塞這個酒櫃進去的時候 裝潢前你就要預設好的 如果你要外觀漂亮的 到無縫這樣很美的話 那種酒櫃也不便宜 那真的很貴 我那時候有特別想過 正常酒�都一定會換 如果你是買砍入式等於你這一台 要換大台的時候 你整個木桌的材料 就會很麻煩 像酒櫃這種東西 也是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你真的很需要你再買 我覺得廚房有一個東西很好用 就是攪拌棒 你要煮濃湯 那攪拌棒 那攪拌棒也可以 然後像我這攪拌棒 打打西瓜汁啊 木瓜牛奶啊 那攪拌棒可以當果汁雞肉嗎 可以 而且假設你今天煮濃湯 你也可以來攪拌東西 客廳類的奢侈夾電有哪些 火圓型的電風扇那個算奢侈夾電 無葉片型的 無葉片的 那我想問電風扇是比較實際 然後循環扇是比較手指型的意思嗎 其實我覺得它們不算奢侈的東西 電風扇跟循環扇我覺得它是必備東西 那如果兩個要選要選哪一個 它比較實際 工業型電風扇最棒 哈哈哈 那你冷氣也不用買了 有工業也不用買了 沒有 其實那個循環扇可以幫助你 室內空氣的隊友其實是好的 因為循環扇會很安靜嘛 你如果買變平DC的就很安靜 因為DC扇它本身馬達聲音就是很小 對 你知道現在還出到360度 它有一個一條 然後它中間有好幾顆 哦 三顆那一種 我們叫變形蟲 沒有啦 好亂講 就是變形蟲 我們也會幫它取出變形蟲 我買了循環扇 發現循環扇沒開冷氣 它就有點沒有用 對不對 其實要有冷氣 我後來就會覺得 那我還不如冷氣加電風扇 我有時候不開冷氣 我就可以開電風扇會涼 對 可是循環扇又很好看 看一個我也超有目的 你有要擔用 那你可能就要電風扇 或是要一個白愛 客廳看起來很厲害的東西 看外表比較好啦 看配得多酸 看外表 客廳還有什麼嗎 我覺得 不酸對不對 不酸 必須啊 我覺得必須 因為懶得吸地就 以前我覺得是奢侈 現在好像大家都要有 我覺得在客廳清淨機也 但我覺得清淨機也不是奢侈 清淨機是必備 如果你覺得它是奢侈品 那你就要把你的費當作清淨機 不是你家是要的 這講得有點強奸人耶 你講完以後就是你必須買的 沒有 清淨機真的很重要啊 請去看清淨機單元 如果你今天是用一個大台的清淨機 放在客廳 那你可能整個家裡 假設二三十坪 就這個大台的就 一機就抵 全部有加 不然的話你也可以放到 房間啊 可以用小台的 冷氣有些不是都有廚師功能 那是不是沒用 有用 有用是不是 但是 真正的廚師機 它的吸力效果比較好 因為冷氣的廚師效果 它只是 輔助 附帶 因為它本身 主要功能是制冷 對 然後它制冷的時候呢 它其實馬達 就是 會把水排出去 那時候就再幫你廚師了 要 既然廚師機一定要排水 嗯 對 所以 那如果你要單獨用這個廚師機 其實 第一個很耗電 然後第二個是 它可能除了水量 不會有你真正來一台廚師機的多 或是看你家那也潮不潮濕吧 台灣的氣候很海島國家 所以其實基本上都還蠻潮濕的 因為我家很曬 然後就很不潮濕 可是我台中的家 廚師機開就整桶去買 哦 就你會覺得連衣服都濕濕的 會 戴給你買 不是啦 其實奢侈有很多 一下子講不完啦 其實我覺得其實有一些 不管是廚房家電也好 然後或是客廳房間的一些小家電的東西 其實大家可以慢慢買 嗯 對 就是一開始先買一些必備的 然後住進去了以後 你再去 欸我真的好像需要一台果汁機 我真的很想要喝果汁 你再來去買果汁機 不要一開始就趴什麼都買 這個很好 這個我們接著下一題 必備家電和奢侈品家電 我們在買了房子以後 什麼時候要買哪一個家電 什麼時候買最好 裝修前的時候 大家先看好了你的電視冰箱洗衣機的尺寸嘛 然後我會建議就是大家要一兩個月前 去訂購這個東西 不要說現在週年慶了 就我現在去訂購 可是其實我是明年可能要半年後才會裝修好 其實不建議大家這麼早就下訂 因為或許這個電視可能會降價 這個冰箱可能會降價 對 但是你們可以自己先看好 我大概要的尺寸跟容量數就好 大概一個月前下訂 你們有沒有 比如說家電在某一個檔期是要換新品上市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 我朋友之前就跟我說電視好像每年 6月會上新款 所以6月以前會有一堆福利品出清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麼建議 你就可以在那時候收很便宜的福利品 但是我真的覺得 電視不要先買下來放 那什麼電視認識 雖然電視會有換款 然後那個時候可能會有便宜的福利品 但是我真的覺得不要 因為你有時候先去訂買下來 有可能它新品上市的價格 是跟要結束機種的價格差不多 但是它的等級可能已經升級了 我只電視 那其他家電也是這個設計嗎? 那其他你的冰箱這些不一定 大的東西只要鎖定好你的尺寸 就算它換款了 它一定會有取代的尺寸給你 你就買新的 因為我是剛好6月的時候 搬新家 然後就剛好5、6月新款已經上了 然後我又看了新款跟舊款差不多 所以我就去選了舊的 有活動的時候 先買真的不建議嗎? 有啦 看你什麼時候要買 周年慶其實是 每個年檔期裡面最划算的時候 有的消費者必須要去湊很多金額 喔 你才會去 滿額利 對 滿額利 然後滿什麼利 它能得到最多的優惠 所以其實周年慶是有划算 但是如果你覺得 距離你要搬家的時間還很久 不建議 周年慶沒有搭到的話 你可以隔年還有母親節 然後還有父親節 然後最後都沒有搭到的話 你就直接搞家店妹妹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一次來這裡買電視冰箱洗衣機 會比較便宜 會 會 所以搞不好我一次來這裡三樣都買 對 喔 可以喔 一次來這裡全部都買 有時候它可能還給你比較划算的價錢 就不用去走年輕抽 有時候你真的先買省個兩千 結果你買完 然後 降五千 對 真的要在你家幾乎快好的前兩個禮拜 或一個月現在去看就好了 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尬聊到這邊 節目結束之前 那天姐妹這邊有準備禮物要抽給大家 禮物有這個先 那天姐妹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們三位輪流出場 首先這台就是美式咖啡機 這一個呢 就是快煮湖 非常省電喔 什麼叫快煮湖 快煮湖 就是煮熱水啊 你把水放進去按下去它主要就跳起來了 就是熱水湖 對 而且它整個是不孝乾 快煮湖 這一個的話 料理達人都會很喜歡的 就是做甜點做蛋糕 都很需要用它的攪拌機 公告應該是市值 2290 3490 2490 而且都是很實用的 小家店 那就我們三個頻道 一個人抽一個 對 我們把抽獎規則放在底下的描述欄裡面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了 大家記得去訂閱 冰夢啦 嘉年姐妹 上午先到上午後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如果你giacy wives 的時候 在第一次 已經 phenomenon 所以 Civil獐